上一集我們和大家一起幫這套Tank Flat Set開箱 這一集我們會和這套避震裝上Honda Jet 我們事不宜前 現在馬上去片 Hello 大家好 多謝大家看我們的影片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記得訂閱和讚好我們的影片 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我們關起車拆避震 裝避震之前 我們就要量一下車的高度 現在的高度是多少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們一會兒安裝新的那套避震 我們要把車調高度 究竟要升高還是低 我們都要靠這些數字才可以幫到手 好了 當我們記錄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車積起它 然後我們下一步就可以拆輪子了 我們現在拆輪子了 我們要拆避震 我們要拆幾樣東西 我們首先會看到這條是迫力油喉 我們要拆了這個馬 然後讓油喉和避震分開 然後這條是ABS訊號線 這裡有一個馬 我們要把它拆掉 把電線和避震分開 然後把這個都移出來 首先就把這些東西全部脫掉 好了 之後我們就要鬆狗骨 鬆了這個狗骨 因為狗骨連著蝦鬚 我們要鬆了這個 讓狗骨和蝦鬚和避震分開 然後我們就要把它和盒頭這兩口螺絲拆了 最後我們在頭蓋上面 我們就要拆 上來頭蓋這個位置 在水背的蓋下面 在這個位置 我們要把避震機上面這個螺絲 這個位置 鬆了之後 那個避震就可以拆掉了 那我們要先把那個ABS 你看它鬆了 已經離開了 那條腿油喉也鬆了 那我們下一步呢 就可以鬆狗骨了 那這個呢 就是14來的 然後我們拆開 盒頭和避震之間這兩個螺絲 這兩個螺絲 兩邊都是19mm 我們先把螺絲拆掉 我們先把螺絲拆掉 先把螺絲拆掉 但不要把螺絲拆掉 因為我們稍後要把螺絲拆掉 如果現在把螺絲拆掉 如果要用來的話 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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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上來避震上面 塔頂這個位 這個位置就是水泊下面的蓋 其實呢 是會有這樣的蓋子 我們要把這個蓋子 揭開之後 你會看到一個避震塔頂 這個位置 其實還有一個蓋子 還有這個蓋子 我們這個蓋子在這裡 我們要揭高這個蓋子 我們就看到這個螺絲 這個螺絲是17號來的 我們就要找個 這個17號 然後呢 把螺絲拆掉 六個時 我們要撐住它 才能拆得到的 很可能我們要換個工具 我們換個粒粒吧 我們要這樣拆才能拆到的 不然它會自轉的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呢 我們下面的織子先積住它 因為呢 那個位置鬆到差不多 那個盒頭和鼻震會向下水 我們要撐住下面 我們現在馬上就撐住 我們撐住下面 我們可以繼續鬆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繼續鬆這個位置 我們把它拆出來 就是這個塔頂的膠 我們可以再撐住下面 我們把剛才這兩顆螺絲 鬆開它 我們把剛才這兩顆螺絲 我們把螺絲拆掉 我們可以先用下面的織子 來調校一下 我們可以拿下一個螺絲 我們可以用下面的織子 去調校一下那個位置 把盒子綁住盒子 把盒子綁住盒子 盒子綁住盒子 盒子就不會掉下來了 可以把盒子綁住 把盒子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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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盒子綁住 把盒子綁住 才把尾避震 擦尾避震 就要揭開 盒子綁住 地毯 揭開後 要刷尾絲帽 這個絲帽是14號 我們用14號擦鬆了之後 然後我們下車底 車底我們要鬆了避震下面這一顆螺絲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避震鬆 脫掉出來 我們馬上開始 鬆完這顆螺絲之後 我們上尾箱擦塔頂的一顆 然後我們落下下面 把避震下面的螺絲脫掉出來 我們就可以把避震拿出來 最後我們鬆積 鬆積整個尾箱就會垂下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很容易把尾箱擦出來 這樣我們就已經把頭尾避震拆完了 我們現在就不示範右邊 右邊的做法和左邊一樣 我們下一集 第二集就會和大家一起把舊的零件搬到新的避震 以及教大家如何裝新的避震 今天裝避震部分這條影片都差不多 如果大家還沒like我們的影片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下一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miss下次的新片 下次part2見了 好,拜拜